最近几天冬奥会备受大家关注 而最近几天最受大家关注的应该就是与生结贤了 而如今国际华联官方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韩媒直接破大房了 而与生结贤也许会成为此次冬奥会的最大赢家 国际华联官宣了什么消息呢 为什么说与生结贤会成为此次冬奥会的最大赢家呢 今天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对于与生结贤也许会成为此次冬奥会的最大赢家 这一说法你支持吗 支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打上支持二字 2月10号在冬奥会花样华冰男子单人华自由华比赛当中 与生结贤可以说是备受大家的瞩目 然而最终他却只达到了188.06分 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 尽管没有在比赛中拿到奖项 但是在比赛结束以后 与生结贤的名字却接连登上了热搜 可以说是直接霸占了热搜榜 而比赛中的冠军亚军和季军三位获得者 却并没有这么高的热度 可以说是集体遭受了大家的冷落 在此次比赛当中 对于与生结贤来说 也许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挑战了4A 不管他的挑战有没有获得成功 与生结贤选择了挑战4A 这就已经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 因为在这之前冬奥会的裁判打分中 根本就没有4A这个动作 在国际大赛上 与生结贤选择了对从来都没有完成过的四周半进行挑战 这一行为对于他个人来说 也可以说是一场突破 尽管这一挑战最终还是失败了 然而他却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运动精神 就是不断地挑战自我 挑战所有不可能 不仅仅是央视的记者 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网友都纷纷为与生结贤点赞 为他较好 可以说是通过见证了人类的历史 这一成就并不小于奖牌 根据有关消息称 当选手跳出4A的时候 选手的身体在空中达到了每秒6周半的转速 如果拿汽车对比的话 可以说是相当于一辆 已经开了每小时50公里的汽车 他的车轮的转速 至少从现在看来 这一动作被看作是人类无法企及的一个动作 对于与生结贤来说 也许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冠军 他的希望就是在这次奥运会上 也许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最后一次参与冬奥会的时候 能够再一次创立新的标杆 就算是他自己没有完成此次挑战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未来的选手进行激励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挑战自我 因此与生结贤并没有失败 他对于自我的挑战 远比夺得奥运金牌 更加具有历史意义 此次比赛结束之后 央视主播也对此次比赛 以及与生结贤的行为进行了点评 央视主播表示 与生结贤所表现出来的 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 而与生结贤的4A 最终也被国际华联认定 也许这样的结果 就是对他的勇气 已经觉醒给予的最大肯定 不仅只有央视解说 对与生结贤表达了敬意 新华社也表示 在体育竞技的道路上 一定会成功 也会有失败 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 人类对于自我进行挑战的决心 尽管与生结贤没有夺得奖项 但是他所赢得的是更多的尊重 以及赞誉 对于中国人来说 能让我们喜欢的日本人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在这其中 与生结贤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早在2017年的时候 在花华世界锦标赛的颁奖典礼上 我国选手金柏阳不小心把中国的国旗拿反了 日本选手 与生结贤看到这一幕以后 二话没说 就走到了金柏阳的身边 细心的帮助他把中国国旗整理好 当时有无数的中国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温暖的一幕 也正是由于这一幕 让很多中国人都从此爱上了与生结贤 这个仇人家的公子 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会如此喜爱与生结贤 不仅是因为他具有出色的体育竞技水平 以及他那温润如玉的相貌 更多的是由于看到了他那颗善良的赤子之心 正是因为这样的赤子之心 让他拥有了不分国界的强烈的感染力 然而 对于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人来说 他们可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当时在2017年颁奖典礼上 发生了与生结贤帮助辛伯扬整理国旗的这一事以后 与生结贤在日本国内遭受了很多恶劣的言语攻击 不仅如此 甚至还有人故意编造传播他的黑料 除了这些以外 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在之后的一些国际比赛之中 在比赛中担任评委的日本人 竟然都会明理暗理的采用各种手段 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打压 然而 与生结贤还是凭借自己过人的使力 一直坚持笑到了最后 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上 当时年纪23岁的与生结贤 就凭借317.85分夺得了冠军 成为了时隔66年以后 再一次成功未免奥运冠军的选手 并且如愿以偿地夺得了金牌 与生结贤凭借自己优异的表现 狠狠地打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的脸 当天央视解说陈盈更是采用了大量的词汇 来形容与生结贤 比如容颜如玉 身姿如松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等等 不仅如此 之后还为他进行了临场发挥 写下了动人的词句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此次冬奥会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发布了通报 表示此次冬奥会不对境外观众售票 而很多支持与生结贤的日本粉丝 则是特意跑到了社交平台上 委托我国的住日使馆 以及广大网友们 希望大家能够代替他们 为与生结贤加油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 最终也引起了我国外交天团的关注 华春莹还因此专门写了发文 也足以表明 对这位德才兼备的日本运动员的尊重 其实 就算没有日本粉丝千叮咛万嘱咐的嘱托 他们没有跑到社交平台留言 我国的观众也会自愿的 为与生结贤献上最为热烈的掌声 早在2月6号的时候 备受全网关注 全网都在集中寻找的与生结贤终于落地 而他身边的女性 也迅速引起了广大吃瓜群众的注意 此次就连他的教练都没有来 那么他身边的这位女生会是谁呢 其实这位伟大的女性 就是与生结贤的母亲 如果没有她 就不会有如今的与生结贤 这个在自己11岁的时候 就曾经立志 要夺得奥运会冠军的男孩 与生结贤 所出生的家庭其实并不富裕 然而他的家人 为了能够不浪费他的天赋 每年都会花费高达100万日元 来对儿子的梦想进行全力支持 尽管与生结贤 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了 但是小时候的与生结贤 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 从一出生开始 与生结贤就体弱多病 从他两岁的时候就患上了哮喘 每次哮喘发作 都会让他呼吸困难 当时的他 别说是训练了 即使是上学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实现不了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与生结贤 还是在自己仅有9岁的时候 就拿到了日本全国 新手小学组比赛的冠军 在仅有11岁的时候 就立志要夺得世界冠军 为了能够实现儿子的梦想 与生结贤一家人 一直都是租房子住的 在2012年以前 他参加比赛的时候 所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他的妈妈 一针一线 亲手缝制出来的 不仅如此 在与生结贤 遭受挫折的时候 也都是由于母亲 始终给他鼓励 为他加油 才让他可以重拾信心 继续前行 也许是由于 他是一个被温柔 灌输长大的孩子 所以后来的他 自己也长成了最温柔的模样 在他15岁的时候 与生结贤 就已经成为了日本史上 最为年轻的 世界锦标赛的夺牌者 三年之后 他又成为了奥运冠军 在他19岁的时候 又通过一路的披荆斩棘 终于实现了奥运会 世锦赛大奖赛 总决赛的大满贯 其实 与生结贤 并不是从一开始 就能够这么厉害的 尽管在很多教练的口中 他被称为所谓的天才 然而 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 却依然离不开 他自身 所要付出的不懈努力 和坚持奋斗 由于知道自己先天身体条件 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为了能对这些不足 进行克服 与生结贤 花费了比别人 多一倍的时间 来投入训练 即使在训练过程中 受了伤 他也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其实 从与生结贤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并不是所有人 一出生 就可以拿到一手好牌的 但是最终 怎么打这副牌 主动权 还是掌握在 每个人自己的手中 先天条件 没有别人优秀 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来弥补和追赶 大部分人生来平庸 但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很多人小的时候 也许身体条件 比与生结贤好很多 但是最终 却并没有取得 像与生结贤 这样巨大的成就 归根结底 就是每个人 所付出的努力不同 就像与生结贤 所说的那样 努力会说谎 但是努力并不会白费 与生结贤 在自己仅有11岁的时候 就已经立志 要成为世界冠军 而这么多年来 他也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 不断努力 如今的与生结贤 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甚至还做出了 更伟大的突破 可以说呀 如今的与生结贤 已经获得了成功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 为之努力 希望未来的梦想 都能够开花 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对于国际华联 官宣重要决定 与生结贤 也许会成为此次运动会最大赢家的说法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点赞加关注 下期内容将更加精彩